大家好 歡迎來到微雨時光 疫情肆虐全球已經一年多了 全球各地經濟停擺 學校關閉 航班封鎖 大家每天都不得不戴著口罩度日 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疫情才能消失 印度神童阿南德因為在2019年8月 準確預言了2020年全球爆發新冠疫情而受關注 不過在他最近的預言中 疫情似乎還沒有消退的跡象 4月25日 阿南德在節目中說 9月全球將爆發第三波疫情高峰 並且持續到2022年5月才會好轉 他說6月28日起 穆辛會慢慢靠近摩羯座 到9月徹底到達摩羯公位 全球疫情也會將迎來第三波高峰 11月開始會有小的改善 但是要到明年的5月才會慢慢有所好轉 經濟也會跟著復蘇 他在6月16日上傳了最新的預言篇 表示 穆辛將逆行回到土星 6月20日到11月21日期間 將會有大震盪的事件影響全球 經濟將會逐漸的好轉 但是疫情仍然會持續延燒 日本 印度 美國和英國等歐洲國家 還會再爆發新一波的疫情 全球疫情恐怕要到2023年4月以後才會有望緩解 有人覺得阿南德的預言不準 其實預言本來就不會完全明示給人 因為預言說出來就是洩露天機 那是不被允許的 所以往往說出預言的人都會使用模糊而深奧的句子 讓人自己去領悟 像推背圖這種非常神准的預言 現代人往往已經很難理解 當然也就無法精準的去解讀了 阿南德的預言算是比較直白 準確性也算是比較高的了 至少目前全球的疫情 確實如他預言的正在升溫 Delta變種病毒是目前最具感染性的 最早是在印度發現的 目前已經擴散到中國、美國、非洲、北歐和環太平洋島國 至少已經有80個國家發現了Delta變種感染者 Delta變種病毒的感染症狀 跟之前的那些病毒感染還不一樣 英國衛報報導 有手機軟體Zero Covid 搜集的疫情數據顯示 感染以後的症狀類似嚴重的流感 最多表現是頭痛、喉嚨痛、流鼻涕 接著就是發燒 那之前的病毒感染症狀 多是咳嗽和失去嗅覺 但是Delta變種病毒不會這樣 印度有6位醫生也表示 現在病人的病症較以前更加廣泛了 包括胃痛、噁心、嘔吐、食慾不振、 聽力下降和關節疼痛等等 有人會以為是普通的流感 更難引起警覺、照樣外出 這樣會增加傳播的風險 孟買心臟病專家Ganesh-Mann Newton 發現一些患者出現微血栓 或者是小血塊 甚至會出現壞疾 就是生毒瘡、手腳潰爛 醫務人員說 如果壞疾在24小時內沒有得到治療 那生存的機會就會下降到50% 過去兩個月她收治過8名血栓併發症的患者 其中有兩位患者必須截肢 她說去年全年她才遇到3-4個這種病例 但是現在每週一個 而且這些患者過去都沒有寧血相關問題的病史 所以她懷疑很有可能是因為這個新的病毒變種引起的 孟買愛德華國王紀念醫院的 耳鼻喉外科醫生Hitelmafitia 她說部分患者還有聽力受損 頸部周圍腫脹 嚴重的扁桃腺發炎 第二波疫情中每個人都表現出不同的症狀 Delta變種病毒更厲害的 不僅僅是表現在這個症狀上 還有對疫苗的抗藥性 英國有一份新的研究指出 輝瑞疫苗對Delta變種的抵抗效果 只有對其他變種的五分之一 英國公共衛生的最新的數據還顯示 英國目前感染Delta變種病毒死亡的42人之中 有12人已經接種了兩劑COVID-19疫苗 相當於29%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 但是還是死亡了 還有7人在21天前接種了第一劑 看起來這個變種病毒 似乎對疫苗具有抵抗力 按照英國政府原本制定的解封三部曲 6月21日是全面解封日 儘管英國政府的疫苗接種從今年初鋪開到現在 已經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完成了兩劑疫苗注射 超過60%的人口注射了第一針疫苗 但是最近感染人數還在不斷攀升 20日新增確診病例達到9284例 連續5天超過9000例 迫使英國政府將英格蘭地區的解封日 推遲了一個月 而造成英國推遲解封的原因 正是這個Delta變異病毒 在英國所有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當中 大約有9成是感染的Delta變種病毒 超過一半死亡原因是Delta變種病毒 截至18日莫斯科89.3%的新冠肺炎患者體內 都發現了這種變種毒株 Delta變種病毒的傳染力比Alpha變種病毒高出至少40% 住院風險是它的兩倍 美國的Delta變種病例每兩週就會翻一倍 中國廣州的病例顯示 12%的Delta變種感染者在出現症狀3-4天內 變為重症或病危 比以前要高出4倍左右 中國國航6月10日從南非約翰尼斯堡 飛抵深圳的CA-868航班 迄今已經傳出機上有38名乘客 確診Delta變異株 並造成了深圳機場一名海關人員 一名機場餐廳服務員 和一名途經機場的男子先後遭感染 疫情蔓延到了深圳、東莞、佛山 現在已經擴散到海南和海口 造成了多地封鎖或半封鎖狀態 粵港澳大灣區一半地區淪陷 令香港、澳門防疫壓力再增加 6月21日晚上到22日凌晨 廣東佛山市南海區黃岐小區居民 因為被封閉超過兩週 再也受不了了 上千居民聚集在小區的樓下集體抗疫 要求解封 阿南德之前預言 以色列和英國將發生大事 沒想到這波變種病毒 在以色列和英國就迅速蔓延開了 以色列全國第二劑疫苗接種率高達56.9% 但是最近卻爆發出校園群聚感染 Delta變種病毒 有44名學生確診 這也是以色列本週發生的第二期 學校感染事件 印度甚至出現了Delta變種病毒加強版 根據印度《教徒報》報導 印度政府6月15日證實 Delta變種病毒已經衍生出了 另外一種變異體Delta Plus 可以叫Delta加強版的病毒 又稱作是Aye變體 具有更強的抗藥性 並且至少已經在美國、加拿大、德國、俄羅斯等 至少8國出現 除了阿南德、馬來西亞的拿都鄭伯健 也被網友稱作是當代最準預言家 今年3月份鄭伯健預言4月到6月會有大事發生 果然這個變種病毒就從4月起在印度肆虐 現在已經成為了全球主要感染病毒株 6月21日鄭伯健再發影片 預測2021年下半年疫情會繼續波動 因為6月21日夏至日是天到陰陽的轉換點 也就是陽氣開始減弱而陰氣升 許多真相將會在6月21日開始被揭開 而天災人禍或經濟調整也會接踵而來 他更擔憂的最大危機是 又有兩種冠狀病毒已經侵入人體 或者會有新的大瘟疫再次發生 鄭伯健在去年年底發布的預言中 曾提及2021年病毒不會消失 它會進化和與人類共存 同時會有更多的新種病毒蠢蠢欲動 隨時攻擊人類 現在全球人抗疫疲累之際 有兩種新型冠狀病毒已經悄悄傳染給了人類 第一種是被科學家稱作是 病毒中的怪物的犬冠狀病毒 2021年5月底 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和杜克大學研究小組宣布 幾年前他們在馬來西亞沙拉越州一家兒童肺炎醫院 對301人進行了冠狀病毒測試 發現其中有8名對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 感染率高達2.7% 其中除了一名37歲的患者之外 其餘都是介於5個半月的嬰兒到4歲半的兒童 這種新型的冠狀病毒被命名為犬冠狀病毒 同樣是影響呼吸系統 這個發現震驚了學界 因為之前從來都沒有來自狗的冠狀病毒 傳染給人類的記錄 杜克大學教授格雷指出 以一個新型病毒而言 感染率是非常驚人的 這種犬冠狀病毒的基因組合 不僅對狗和貓類的動物的感染指數很高 而且病毒也會侵入人體並且複製 這種冠狀病毒其實被稱作是病毒中的怪物 因為它是屬於一種四合一的嵌合體 同時結合了4種新冠狀病毒的基因 其中兩株是來自犬冠狀病毒 另外兩株是來自貓和豬冠狀病毒 一般的情況下嵌合體 它由於本身的基因結構 往往都不會傳染給人類 但是這個新的嵌合體 卻具備感染人類的能力 格雷說這種病毒非常異常 因為這種基因組合 從來都沒有出現在狗的身上 卻出現在人類的冠狀病毒中 這是第一份對於犬冠狀病毒 在人類複製的研究報告 目前一切還是未知數 研究人員正在積極地 研究病毒的變異能力 對人類的傳染指數 以及人傳人造成廣泛瘟疫的可能性 鄭伯健說 另一種不知名的新型冠狀病毒 屬於丁型 也就是Delta冠狀病毒 其基因組合和豬冠狀病毒相同 它是由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病毒專家 在海地兒童的血清中發現的 兒童患者中都發生腹泻 呼吸道感染 並且產生高熱 在這批樣本中 他們還篩查出了 三名兒童感染了原本 只應該在鳥類和豬身上傳播的冠狀病毒 佛羅里達大學研究表明 從居住環境分析 這三名兒童都難以接觸到豬 因此無法確定病毒到底是由什麼樣的宿主傳播給他們的 也無法確認是否是人傳人導致的 鄭伯健嚴肅地告誡人們 這場疫情是21世紀 人類大瘟疫的終點還是起點 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人類繼續破壞大自然 打斷生物鏈 影響食物鏈的話 另一場瘟疫將會從我們不知道的空間再次出現 到時候 人類又會再次被懲罰 最後 鄭伯健一如既往地呼籲人們 請相信神 唯有神能救贖人類 他說 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 有人自大地認為 當人類真正地了解並且善用科學的時候 就可以證明神是虛無飄渺的 但是 中共病毒的出現 以及它無法估計的變率 在全球的蔓延以及誓殺 使人們看到 科學界的認知已經趕不上病毒的變種和進化 束手無策又徬徨混亂 世界瞬間成為了小白鼠 這就是我們眼前的科學 是啊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世界和所有的人類 在瞬間真的成了小白鼠了 每個人都成了病毒和疫苗的實驗品 這就是很多人信仰的科學 科學真的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嗎 如果科學夠發達 人們會發現 其實科學的最高境界是神學 好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看鄭伯健的原始視頻 回與時光講述神秘的故事 我們下次見 我們會YA 土阿姆 一Last 二零 在生煙 洋 八 五零 五零